-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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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看人不是神的形象的時候 不是以他們做出來的事情 來看這個人的時候 而是以某個主義、某個種族 某個國籍來看待的時候 我們就會彰顯出 我們有多邪惡 我們的邪惡就會被彰顯出來 很多人說我很愛論斷人 但其實我論斷的都是 個人 依照他們的行為還有當下 做出來的事情來論斷 上個星期我出了一個影片 三個黑人女孩打華人 打華人一家人 結果下面 有一個非常糟糕的留言 他說 B 應該就是Black 反正就是講黑人 他說 就是可惡 所以古代成為奴隸 一點都不為過 他們根本就是低等獵種民族 很抱歉 我們不可以這樣看人 shame on you 我們不可以這樣子種族歧視 如果你看我們節目 你看完之後得到的是這個樣子結果的話 這個樣子以種族來貶低人的話 很抱歉 你根本沒有看懂我在說的內容 而且你是在貶低神的形象 請你馬上認罪悔改 請你馬上說對不起 黑人也是有好人的 華人也是有壞人的 我們要看到的是價值觀 不是膚色 實際上就是有非常多黑人是跟我們站在一起的 很多黑人也是川普的支持者 很多黑人看到現在美國發生的是不公義的事情 他們也非常的不爽 接下來這一位黑人 帶領著一整個組織 到了喬治亞州的Fulton County來支持川普 這個組織的名字叫做 我不想說出來 因為是個髒話 各位等一下看了之後就知道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黑人大哥 是怎麼樣在保守派的群體裡面發生的 你覺得這個人是在表面的 判斷 那是個很重點 這位黑人是火星人 它是個大陸的 你自己在後面 是個公司 她是在那裡 是個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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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小的 那是個小的 那是超的 那是個小的 她在那裡 在那裡 是個小的 那是我 我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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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的 對你覺得是會幫他 他自己的 是個小的 是要是 我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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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感到的 我們應該要讓他王 那是不像共產黨做的嗎 那是不像共產黨 我們只是要讓他王 但我們還是要有我們的自由 和權利和權利 他為了那 川普為王 2024 罵人而已呢 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也不是在誇張的形容 這位黑人大哥說的內容 還有對於現在美國的政治 以及世界的這個 這個情況 比全世界大概90%的人 都還要正確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 Derek Gibson 他選過紐約州的州長 好像現在在競選國會 這個人很聰明 而且他講的內容很有趣 很有道理 只想看他講的內容 就最後一段就好了 他說的這一段 會讓很多的人很害怕 OK 儘管是個玩笑 他說我們要把川普搞成國王 OK 川普2024 OK King Trump 然後那個女的就笑著說 就說 這樣子 不是很共產主義嗎 然後他就停了一下 然後就 回答就是 蛤 什麼 國王是共產主義 你們懂國家的制度 跟任何政治思想嗎 誰會認為說 皇室會是 是共產主義的 拜託各位 不要跟左派一樣 把什麼東西都亂戴帽子 只要不是1980年代開始的 自由主義的 這個這個這個 Rainbow Yugacorn 就是共產主義好嗎 皇室在人類的歷史上 一直以來都有的 OK 共產主義在人類的歷史上 大概有200多年的歷史存在 共產主義沒有國王 只有黨 通常共產主義是會摧毀皇室的 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 推翻了俄國的皇室 事實上就是 共產主義就是專門用 民主的口號來摧毀皇室的 我遇過很多的香港人 他們全部都是反共的 OK 我也是反共的 但是基本上 他們跟法輪功很像 就不管怎麼樣 只要摧毀共產黨就好 但是當你問他們說 你們要什麼樣的社會的時候 他們會形容台灣的那個太陽花 還有當時香港反送中的活動 他們就會說就是 所有的人都沒有自我 OK 所有東西都是共用 共享 共繁榮 什麼東西都是民主 投票 好美喔 好棒的一個社會喔 說真的 他們的思想 就是共產主義 只是他們想要的 不是一個中共控制的共產主義 而是他們控制的共產主義而已 太多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或在追求什麼東西 還有希望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 但是這位黑人大哥很了解 當然很明顯 他是在開玩笑說 我們要把川普搞成國王吧 OK 川普國王2024 每個制度都有好有壞 最明顯的就是皇室制度 歷史上有非常多的皇室制度 人民是非常自由的 而且這些國王在保護他們人民的權力 甚至比民主制度還要在乎人權 特別是現在在美國 OK 我們美國現在的民主 我們在逮捕律師 跟法律顧問 我們非常多自稱是保守派的人 不知道自己在保守什麼 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是非常膚淺的 認為只要民主就好 民主就是所有制度當中最完美的制度 歷史上有所謂的民軍 他們就是好的皇室的代表 然後壞的皇室就是叫做暴君 那暴君是什麼意思 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在乎他的國家的利益 歷史上也有很好的貴族 也有很爛的貴族 然後現在也有很棒的民主制度 同時也有很爛的民主制度 這個制度叫做Mob War 民粹 那我們現在是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我們要來反省的 某層面講 民主制度是非常不符合聖經的 君主制反而是比較像聖經的教導 而且是神告訴我們說 只有他才可以當我們的王 崇拜任何其他的王 都是在拜偶像 就連民主也是這樣 歷史告訴我們 人並不是一個聰明的生物 聖經告訴我們 人通常是邪惡帶有原罪的 我們需要了解歷史 了解聖經 敬畏神 我們才可以看清楚我們的敵人 常常敵人是民主的 索多瑪跟俄摩拉 就是民主 以色列人吵著要亡 也是民主 歐洲很多民主國家 反而投票把自己投成共產主義 而是社會主義 納粹是民主投票出來的 中共北韓蘇聯 都是打著民主的旗幟產生的 我們要知道就是 我們都是人 而且都是罪人 我們沒有任何資格 瞧不起其他的人 只因為他的種族或者是膚色 而是要愛所有的人 活出耶穌的樣式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